民眾常常遇到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遭到占用的情況 拨打110通報轄區遠景到場來取締 但警力不足情況下往往無法及時到場取締違規 導致占用情形層出不窮 市府從1月開始將會列測違規名單提供給警察局執法取締 我們現在採用的薪資是 比較是因為說很多殘障車格在被檢舉的時候呢 那警察機關的同仁是不是沒有辦法及時趕到現場做一個開單 導致許多的側格被非殘障車所佔用 那有需要的殘障朋友全部有辦法使用到 那目前我們的薪資的部分是因為 整體上來講我們是有把桃園市已經有登載的殘障車輛的部分 是輸入到我們的系統也接接到我們的系統裡面 所以呢我們在我們收費員去每次開單的過程中間呢 他可以整個一開始可以找到說 這個是不是本市的殘障車輛 那這樣子的話呢如果不是的狀況下面 我們就會整理一個清單交給警方 那有關於外縣市來的殘障車輛的部分呢 那因為我們也沒有相關的資料 那所以也請各位 那外縣市來的車輛也把殘障車證的部分呢 放在明顯可辨識的地方 再放在車窗前的前面 這樣的話我們在開單的時候呢 也會尊重他們是殘障的部分 江文學說明 隨意佔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 已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將會處以最高罰款1200元 也希望民眾避免一時方便任意為停 產障車的部分它是有登機的 那它的車寬也比較一般來大 所以它比較沒有辦法去放在一般的車格裡面 所以機車的部分也是可以停在一般的車格裡面 但是一般的車汽車的話 我們當然會做取締 可是目前來說因為我們不收費 我們剛才講的都是根據收費的車格 所以我們的開單員 才會去做一個巡視的部分 所以機車我們絕大部分不收費的狀況下 在這個取締上面會比較有一些 在做這個配合的部分的話 會比較做一個困難 然後但是呢 殘障車跟一般汽車跟機車的部分的車位大 因為差距很大 機車差距殘障車位跟殘障車格的部分 是差距比較大的 所以比較少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依照規定必須持有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位識別症 才可以合乎規定停放專用車位 民眾如果有發現疑似 違規占用情形 也可以拨打專線110進行報案 將依照規定來開罰 記者林月鋒 桃園長不倒